好 你们看一下 一般我们在打枪的时候 我们在送枪的时候 常常会产生什么问题 力量没有送到枪头 那什么叫力量没有送到枪头 我先示范一下 你们仔细看那个枪音的部分 如果没有送到枪头会变这样 枪音的动作不大 没有送出去 看懂吧 好 你们看一下什么叫送到枪头 枪音会去包裹那个枪 枪头 好 这两个差别应该看得出来 好 我现在再教你们另外一个差别是 在推打 推枪 送枪的状态的时候呢 到底是手为主还是腰为主的 腰胖为主的差别 假设是手为主 手为主的就会变成腰胖动 假设是腰胖为主的 腰要旋转 腰要旋转 你看 然后 看懂吗 那个腰伸的动作会比较快 我现在刻意做放大 所以这两个差别让你们去练习 大家在练习送胯送镜的时候呢 要注意是送胯送镜 还是只是单纯的出手发力不动胯 这两个会有很大的差别 好 理解吧 好 差在哪里呢 差在 差在哪里 差在发劲的长短 呼应到发劲的长短側面流 我要发劲的时候 假设我用手推 手推就是这样 腰胖过头 甚至很多人未来的作用力反作 会变成前脚发力 身体会 蹬回来 所以他会觉得 我很用力的推 可是我发不出去 发不出去 好 可是你看 如果是腰胖我先做慢 转腰推 这个静力就变长 转腰推跨 这样理解吧 那被推的人很清楚受镜 一个是手的力量 一个是转发的力量 他会感受很大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差别 一个是手推发力 一个是转腰发力 转腰跨发力 这个东西跟练腔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是从腔练回来的 你们都要懂这件事情 你们在后面练长短发力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去控制那个 静的长远 如果你没有练清楚的话 就练不到静的长远 就很难体会 因为你会一直平和在手脚发力 身体不会用 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